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生不良反应的不止一位 第一例痛痛女孩贝拉 在2016年读国中时 疑似因为注射HPV疫苗 诱发幼年型关节炎 去年一审判卫福部 要赔2到120万的受害补偿 但第二例痛痛女孩 就没那么幸运 高等法院判她败诉 前前后后一共有18位女孩 出面控诉 因为接种HPV疫苗 发生不良反应 另一位痛痛女孩薛忍 说她接种疫苗后 早上连下床都无法 只能用滚的 甚至连睡觉都会被痛醒 类固醇每天最高吃到9颗 控诉政府就算给了赔偿金 也无法换回健康身体 注射HPV疫苗诱发关节炎 受害家长站出来 要卫福部给个交代 三线新闻 吕少博 陈耀荣 台北报道